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在雙北市長會談當中脫口 對侯友宜講出2024最好李讓我 這一下引發熱議到底是不是開玩笑呢 你是做建議的 因為你的詐欺還在那邊搞聽話說 講到手腳並用台下哄堂大笑 台北市長柯文哲週末到台中演講 但身邊還帶著副市長蔡炳坤 外傳他有意代表民眾黨叫竹台中市長 蔡炳坤保守應對 但柯文哲率領民眾黨政治野心 展露無遺 18號双北市長會談 柯文哲對著侯友宜脫口 說出這句話引發熱議 更被解讀雖然乍聽式玩笑話 其實揭露了民眾黨的選舉戰略 柯文哲一直都把選總統當作他的戰略目標 那所以當然就是說以一個第三勢力的小黨 要茁壯成為能夠選總統 他能夠吸收到兩個大黨的人才 或者說支持者 這是擴張最快的方法 民眾黨投入大選各地議員到里長大舉提名 柯文哲更利用週末全台跑透透 積極拜會各地藍營樟角被解讀是要累積2024和國民黨搭檔 選總統的談判籌碼 國民黨現在也開始有一些這個所謂的出走抄要 或說他們的支持住確實是被這個民眾黨牽制 假設撒卡都最後是國民黨的候選人落選了 甚至藍軍的支持者會把這個錯責怪這個所謂的民眾黨或第三勢力 藍白陣營若即若離 角力的同時還得兼顧大局 畢竟蠶食驚吞國民黨之後 還得反映在選票上才有用 這綜合報導 指定長 文ي�ód 字幕首先 é看撒ión 我 舉手 我覺得 Pour 然後 Tomorrow 我們 點